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些业务适合借助于数字化去成长 第三点我再讲到了 未来走进叫数字成长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这些这个误区是什么 第四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很多的研究的案例当中 究竟未来叫做遵循的数字成长的逻辑是什么 另外一个有哪些关键的节点 这些节点对很多企业来说 其实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因为没有这些对节点的理解 很多公司可能就在那个位置一直在那徘徊 你发现有的公司 不管它现在有多大 但是关键它能不能去找到一个最好的市场的机会去成长起来 OK 好了这个 我呢这两年一直经常去到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呢是在 这家企业本身是在2009年走到我们身边来的 那这个企业呢 这个09年的时候 他的老总在中间站在那个CV的那个 在我旁边站CV的穿什么衣服 白色衣服的 OK 这个人叫林海州 海州呢是一个潮汕人 这个人呢 这个 大家知道潮汕人在中国的商帮里面 做生意怎么样 应该是比较牛的 是不是一牛我们不去品 什么折商啊 什么这个进商啊 什么灰商啊 什么各个商啊 我不去品谁一流 但是至少潮汕这个商帮在中国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 好了 潮汕商帮在厉害 但这个人 直到我们身边来的时候 公司已经做了12年 也就是这家企业是1997年创立的 到2009年的时候 他们生意做到多大呢 OK 这家企业当年做1000万 1000万 很多人会关心说 他们家做什么生意的 那个时候他们在深圳的保安 做了12年 一年做1000万的生意 公司40个人 二年工厂也不到1000平米 有人会问说 这个企业是做什么生意的 这个企业是做这样的 那么这是一家 他们在一家厂房面积不到1000平米的租树厂 租树厂 做租树的 大家知道租树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好多人不懂 租树厂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中门是各种的塑料件 他们做小型塑料件 所以他们主要是做小型塑料件的 那么这些小型塑料件呢 他们在过去在做的时候 当然 你们知道当初走到我身边来的时候 也是他的朋友 是原来我们一个同学在长沙 这个同学呢 是因为参加另外一个课程 然后呢 在我们身边 这个公司好小 我去的时候六个人 在湖南长沙 这六个人家公司 他的老板是个初中毕业生 然后做的是叫做温空设备 然后这个在网络上呢 上了我们的课程之后 09年08年 他是08年来上课的 在网络上 就是我们叫他 依照方法用微博 当时的博客 当年就用一个博客的方法 就接到了百思可乐的一个订单 然后让这个小公司 一下子就怎么样 就接了个很长的 很大的订单 做得特别好 那个结果 他们一起上课的时候 就叫他说 你一定要去上课 他说我那个不适合 你一定要去上课 我那个我也不适合 就来上课的 所以当时这个老板 其实也是很纠结了很久 就像今天中午 我们几个老总 示范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去 报一个机构的课程 都会去先去观望 再去去看看 徘徊一下 然后再走进来的 这个是大部分人 都是无耻 他们老板也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做住宿建 当时在广东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当时一家企业 做了12年的 做到1000万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只做1000万 做不大 那个时候他们公司里面 有多少业务员呢 有六个业务员 你们知道六个业务员 各位 一年做1000万 平均一个人做 160万左右 对吗 160万一个业务员 一个月给公司的订单 14万左右对吗 各位 一个业务员 每个月给你做 14万的订单 在2009年 那时候 10年之前 各位 业务员还算不错吧 所以 各位 这个企业 当然 他曾经说 他们也照顾很多业务员 但有业务员 跑不到单 也就慢慢就离职了 就脱落了 所以其实 很多公司 很多业务 有可能他有很好的 close的能力 抓单的能力 但是他可能抓不到客户 各种业务员 可能有抓客户的能力 但是抓不到订单 这是很多公司 经常在发展当中的一些 比较这个 中间很难的地方 所以其实 我们今天再去研究 数字化互联网的概念 其实是希望告诉大家 做整个资源 要做匹配 要做对接 这些资源当中 包括我今天做全网的传播 我在网络上 获得很多的用户的 这种他的需求的信息 接着我的原来的业务的 他的很强的抓单的能力 把客户给抓进来 其实他们家当初 并不缺抓单能力 缺的是 因为他的业务的特征 他在深圳那个地方 范围那么小 去抓客户 没那么容易 这是他们家原来业务 做的比较难的地方 当然 这家企业呢 后来进入我们身边来的时候 2009年开始来上课 从他的老总 从他的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带了个副总 他的老板叫李海周 他的总经理叫做周海 他们哥俩特有意思 一个叫海周 一个叫周海 所以跟他们经常在一起 示范的时候特别 他们俩做了一个循环 一个闭环也没懂 特别是个闭环 老板想事 总经理落地 他们俩一想做什么事 说周海你这样去干去 所以他们哥俩特别特别有意思 两人年龄差了 刚好一轮 所以我们跟他很熟 好了 这个 结果呢 09年上了网 上网之后 各位这是 一开始的时候 有人说老师 你们的策略班 一定叫我们怎么样去聚焦 各位 是的 我们会讲聚焦 但是对很多公司来说 当你一开始 你要去研究的时候 有可能 这个生意 换一个方向去走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去 用网络去把你的整个的数据量放大 把你的基数放大 把你的出客范围放大 你们知道 我们今天就讲数字化概念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什么 有些是用整个数据来自动的智能计算的 有些要靠我们自己的一些判断 靠人老 但是一定要拿数据来判断 所以我们当时跟他讲 我们说这个第一个 老师我跟你们讲做分析 但是 如果你盘子里面揪了几类客户 你分析的时候 有可能把你的好客户 丢在盘子外面 我这样说你们听懂了吗 各位一个公司 如果一开始 我就教你怎么样做分析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对先有客户做分析 这是一个有限的数据分析 第二种是 我们可能有机会去把外部的那些 抓进来 一起来去 有一天慢慢去寻找到一个聚焦点 所以对很多公司来说 不是在第一分第一秒 马上就在一个点上做文章 而是慢慢去形成一个关键的聚焦点 关键节点的 所以这家公司呢 从09年开始 走到我们身边 从策略到执行 从一开始的入口开始 慢慢去往前走 到了这个2009年开始 开始去全国去发展 往全国去走 2009年 他们开始把业务 慢慢慢慢开始去 做他的整个 在全国去推广 我们看一下 这个2009年开始 走进互联网 到11年 用一年多的时间 到11年的时候 他会发现在所有业务当中 有一类业务 他的量更大 利润会更高 成长性会更好 其实这吻合了 在一个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当中 有一些应用 他的需求自然在增长 这个叫增量市场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研究增量市场 只有懂得研究高成长增量市场 市场自然在增长 你的机会自然在多 好了 我最近 我在遇到很多的同学 我在跟他们去讨论一件事 为什么今天 吃到不好的时候 市场很难的时候 反而做互联网 做的会比较好呢 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早上提了这问题 没有回答你们 为什么今天整个市场不太好 很多行业不太好做的时候 反而有人好做了 什么原因 有人做环保 有人做设备 有人做不修钢 有人做钢管 有人做这些东西 你们会发现 各位 为什么别人不好做 你好做 各位 为什么网络 用网络这个方式 生意会好的 真的是 有两张自己都不相信 什么原因 各位 这几年 有没有政策的因素 有的工艺商 因为环保不大 不要怎么样 被关场了 对吗 有的公司 因为内部管理不好 先进流的问题 公司做不下去 挺惨了 对吗 对吗 有很多的客户 他的因为他的主要的市场 他的一旦出现问题 公司的整个经营就突然休克了 对吗 这个时候在市场里面就会有很多 本来有的供应商 今天离开了这个领域 所以那些没有人服务的那些客户 各位今天有没有可能在网络上重新找供应商 有吗 有 记住 这是一个市场给我们的特别好的机会 OK 所以我们会讲回来这家公司 其实他们在寻找的是一个本身要去研究增量市场 所以2011年开始 他们家把所有的这些塑料的质件 开始去寻找那些 他的成长性 他的延展度 他的利润率会更好的领域 他找到了这个类别 各位这是什么 只有齿轮 你们知道在所有住宿间当中 齿轮他的精度需要更高 从他的本身住宿机 到他的所谓的检测仪器仪表设备 我到达工厂去看过有12个检测项目 有12个检测项目 所以你知道光一台检测仪器 都可能以百万计的 他的整个的这些成本 都是全球那些顶级公司生产的设备 也就是因为一个齿轮 他的精度差那么一点点 在他用他的旋转的时候 就可能他的位置偏移 就会就到达不了那个位置去 所以他们在这个行业当中 慢慢去构建 自己的行业竞争壁 好了我想这个逻辑的来源 一方面来自于对需求的判断 另一方面来自于对我所有的先有客户 包括网络上的新增资源的一些访问的分析 所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 未来在很多时候 我们做很多的判断决策 都要去怎么样 来自于对你的很多的数据分析 数字化的概念 OK 好了 从2011年开始 他的业务聚焦到做齿轮 各位请问 别的小型出租件 各位做好都不做 别的小型出租件 做好都不做 做为什么不做呢 当然做 但是我对外的告诉所有人 我们在生意当中 我告诉所有人在网络上呈现的主要层件 主要的推广 尤其是对外推广 我告诉别人 我们要是做精密齿轮 OK 这一点其实这么不矛盾 OK 一个是对外告诉别人 一个是我们自己私下的生意 一个我们在讲 在策略班 老同学就听说过 提醒你们一下 营销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市场 第二部分叫销售 市场要做专精 销售你要做多 做厚 OK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从2013年 两年之后 他们从2011年 一直做齿轮 做齿轮 做齿轮 那么从2013年开始 他们开始去 慢慢聚焦到 这个地方 聚焦到这个地方 各位这是哪里 电机 微型电机 微型电机 各位 其实我要让你们讲的概念是什么 一个任何时候 当你们 我去讲 未来数字生态 什么叫数字生态 各位用数字去把你整个产业的更多资源 进入你的体系 成为你的协同的部分 支持到你 给你的下游的或者你的服务商提供更加高质量的高效率的服务 所以他们家在做的时候 慢慢从过去的做精密齿轮 聚焦到 再一次聚焦到 这些叫做这个 这些电机 微型电机去 好了 当然 我今天不讲那么复杂 我怕你们听不懂 因为在每一个产业链当中 它的产业链的附加值的分布都不是均匀的 都会有那些沉淀 或者附加它的沉淀比较厚的部分 也会比较薄的部分 在生产制造业当中 大家知道有一个法则叫微型 叫微笑法则 叫Smile Principle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在微笑法则当中 有的部分 它的嘴敲得比较高 有的比较低 所以那些敲得比较高的位置 都是利润比较厚的地方 那那些比较低的位置 都是利润比较薄的地方 叫做微笑法则 所以每一条产业链都会有价值分布 所以对一个企业来说 一定要去寻求像那些价值挖地 或者那些沉淀负价值更高的那些领域去走 这就是我们慢慢从一个产品 进入一个产业 要研究产业的生态 研究到去研究产业的负价值 好了 这是第一 来看一下 这个它的最小的微型的电机有多小呢 这个就是它其中一个电机 各位这是手指头 这手指头在现场 在我这儿 就在这儿 各位这个 这个只能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对比放大图 看一下 那个电机有多大 大概有多大 大概跟牙签差不多 跟牙签差不多 就那么大 好了 用在哪里呢 这个 有人说 老师 又做这么小 是不是有人给他下订单的 是的 但是关键不是 关键是 他们去研究 我们家的内在的这种能力 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 干嘛把一个微型的电机 做那么小呢 是因为 他们要寻求 它的整个的 在某些领域当中的应用 因为 电机用在不同地方 所以你要研究 你的应用 用在哪里 给你产生最大的价值 所以 这个电机 是用在这个地方的 Next 看到他用在哪里吗 有人知道他用在哪里吗 对 把那个摄像头 只要一点那个按钮 伸上来的 那个电机 就是用 他们家的微电机 把它伸上来的 因为他们要解决 全屏 摄像头 如何展现的问题 不能在表面打孔 那这个怎么样 去把摄像头录出来 甚至 今天的摄像头 可以做到像 单反一样的 把它伸缩 把它有广角 有这样的角度 所以其实这就是 各位你知道 这个内容 你们知道 在哪里产生在创意的吗 今天有录像 不吹牛 是在我的课程上 老实在讲 你们的产品 你的内的能力 还能用在哪里 哪个市场 有更大的空间 更大的应用 有没有想明白 你知道这家企业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它做得特别优秀的地方 这家公司 09年到我们身边来 到现在10年时间 从未离开 一直跟着我们 后面走 它的老板告诉 所有的团队 什么时候到期了 提前一定要续期 跟着三人资金 后面走 我们没有人去研究 所有的关于互联网 数字化 没有人研究 他们在研究 你跟他们走就好了 他们今天 我们花了一点点钱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 不是不需要钱一样 OK 所以他的整个团队 他们而且要求团队 每四个月 不超过四个月 一定得到我们身边 参加我们的整个 就是我们的正式课程 不是今天这样的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 是一个公开课 这个我们不会讲的 那么太细 OK 因为就一天时间 所以 这个 他当时 回去开会的时候 跟团队研究 所研究 今天 整个市场里面 各种的设备数量 最多的是手机 把我的整个微型电机 用在手机上 能用在哪里 驱动什么 比较有机会 所以他们研究这个专利 把专利一出来之后 马上在相关的这些 把专利 一开始拿到专利之后 把这个专利发布 在哪里发布 在那些 这个手机配件的 一些专业平台上发布 说国家 刚刚有人发了一个专利 这个专利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明白 所以 这些手机厂商 马上就来找他 说先跟我合作 所以 Vivo是第一个 找到他们的 说来跟我们来合作 来开发 这一块 好了 当然 我们知道 对一个企业来说 其实你们知道 进入全网 做营销 各位 你要去研究 怎么样去分析 很多的市场机会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他们是今天的产品 比较多的是 这个方式呈现的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还是电机 但是旁边加了芯片 加了更多芯片 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告诉你 用在哪里 牛吧 看懂这用在哪里 华为5G基站 控制所有的 它的信号宽 信号的调节 自动调节 智能调节 整个信道 OK 因为现在的4G 你会发现 在这有信号 旁两部没信号 你会发现 所以叫做移动 所以叫移动手机 但到5G 没有问题了 5G自动调整 5G是第一个 本身带宽足够宽 这个第一个 它的通讯量足够大 第二个 他们会在后台 自动调节 各个角度的 它的需求 它会自动调节 其中 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好了 我想把这个案例 讲给你们听 有人说 老师 这家公司 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09年 那个时候 1000万 14个人 1000平米 现在多大呢 这家企业 叫做 叫做造卫基电 叫做微型齿轮 纯动系统制装商 仍然是做微型齿轮 所有的界面上 你看到的 它是微型齿轮 实际上 他们在深度上来说 已经住得非常非常深 做到了奠基 做到了解决方案 一直往下去住 所以 这个地方呢 这个 赵薇 他整个的 这几年发展状况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09年 当年走到 当时我们走到身边 是1000万 14个人 那么 17年 销售额5.4个亿 人数 1100人 那18年 做了10个亿 去年做了10个亿 今年到了 7月份左右的时候 到7月份 它是这个 我们去跟他老总 跟海州去交流 他们已经有了 超过15亿的订单 7月份 OK 今年本本当中 做20个亿 不收索料 很快 半年之内 你们可能会在客厂买 看到这家企业 OK 好了 所以我想讲这个 道理给你们听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对每个公司来说 各位 我们今天去研究 很多公司小 为什么小 因为我们的框架太小 很多公司的思路太窄 所以其实我想 我们去讲 整个全网的数字经营 就要去借助于 整个公司内部的数据 或者是外部数据 去进行你的所谓的分析 我们知道 今天有大量的数据 包括曾经 有跟很多同学讲 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在我的 所有的业务之间 包括今天中午示范 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 我有几个业务 做哪个比较好 有一天 当你们就听了课程 有些策略班 你们就明白 你知道网上 有非常多的数据 可以支持到你 包括各种公开数据 各种指数 但是背后有一套逻辑 这套逻辑 我们需要去理解 为什么我会这么去选 而不是那么去选 所以对于很多公司来说 我想带大家去从 传统的业务 走进互联网 走到全网 在线 数字化 其实就是教大家 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生意 能够去做得更好 当然 我们是一家之业 我们从全网 在线的角度 数字化成长的角度 但是对各位来说 各位 今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各位 19年 2020年 甚至到2021年 都是在整个经济方面 都是有很高不确定 甚至增长 都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这些阻碍 对很多企业来说 都可能有很多困扰 各位你知道 昨天晚上 那个特美浦 特美浦 前几天刚刚说 我准备签署 跟中国的第一次的 这个协议 就我昨天说 我不介意 在这个美国大选 结束之后 我再签署 你知道吧 刚刚 前几天刚刚自己 发了一个 推特 这个 Facebook 刚刚发 自己说 我准备签署了 昨天说 昨天又发一个 另外发一个说 我不介意到大选之后 再去签 所以 未来几天时间 可能是在经济当中 挑战比较大的几年时间 很多公司的 从原来的传统的经营 转向它的在线 转向数字化 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所以这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更多的市场的机会 那么 所以这一点的是 我想很多公司 我们需要去寻找的 这个前面几个章节呢 给大家分享了 5G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那么我前面讲到了 在5G阶段 怎么样去 在寻找的关键节点 特别要去研究 在整个生态 产业生态链当中 整个的它的价值分布 寻找很重要的 关键节点 对企业来说 你的核心的能力 是把它打到了 越来越强的同时 把你的能力 在特定的节点上 去寻找到你的价值的 这样的一种变现 OK 所以我前面借助于 赵薇基电的案例 给大家分享了 对很多公司来说 你在不断去强化 自身专业能力的同时 不断去聚焦 你的优势在某些点上 形成更大的爆发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 他们从原来的 这个精密齿轮 从它的一般的 小型的住宿 到精密齿轮 从精密齿轮 再过渡到 这个叫做 这个 叫微型电机 从微型电机 再到解决方案 实际上 对于每个企业来说 都要去研究 这些机会 事实上 前面我讲了一个重点 叫做 发现增长的空间和机会 这是一个 去挖掘市场当中 很重要的部分 这是一件事 第二 各位 我们即使有机会 你能抓住吗 即使有好机会 你就能抓住吗 各位要想抓住机会 各位 我正常讲 很多的公司 在网络上 找到了别人 但是找到之后 能不能真正 去成为你的现实客户呢 缺什么 所以对很多公司来说 其实 我现在在讲 最好的营销 各位 不是去把产品卖出去 而是什么 最好的营销 不是把产品卖出去 而是 让产品好卖 最好的营销 不是把产品卖好 而是 让产品好卖 有人明白什么意思吗 各位 营销的起点 不是从 你的产品开始 营销的起点 是从 拥护开始 我发现我身边 有非常多的 优秀的企业 他们在成长当中 是因为 我一方面 却大量的去拓展市场 寻找机会 发现空间 寻找增长 但是 很多的部分 怎么样去打造 特别特别 优秀的产品 因为绝对把产品打好了 自己的底子 扎实了 自己的背 坚实了 你再去 在外面去 寻求增长的时候 这时候 很多的 真的机会 就能抓住了 等会儿 我请大家 去听了 我们这家 北京的企业 他们确实 这么多年时间 一直在 逆势增长 在整个房地产 现在 很多房价在下降 很多可能 这个行业 会遇到了 不小的挑战 但是他们 能够历史的增长 增长的来源在哪里 为什么能增长 我们去 他们从产品 到他的整个市场 各方面 我在讲 他们听的时候 一定要听明白 究竟为什么 他们能抓住 好多人一讲到这儿 可能我就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说 老师 我们公司 没有那么好的 目前 没有那么好的产品和技术 但是 听清楚 没有好技术 一定要学会寻求 向外面去 去寻找更好的技术 我有个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昨天我在 来北京的路上 和我打电话 她女儿创业 做什么呢 是去做五金 主要做那个 叫做数码 这个设备 数码机床上面 数工机床上面的刀鞭 卖别人刀鞭 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资源 能够给他提供 他的性价比 特别好的刀鞭 给他去销售 结果呢 这个他卖了一段时间 来参加我的课程 来学习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聊天 说说啊 我怎么听来听去 好像我们这个行业 我这个生意 就是有一个天被干掉的 你们讲半天 互联网就是去中心化 就是让那些 真正的买家 真正的用户 跟那些真正的生产商 服务商 真正的供应商 去打交道 那我作为个中间商 我还有什么机会呢 我说你讲的是对的 我说你讲的是对的 因为今天对任何的买家来说 我都希望买到好的性价比高的东西 没错吧 对吗 买了好的性价比高的东西 这是没错的 所以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今天要去研究互联网 一定要去先从产品开始 所以你从拥护处方 我说你做了几年了 叔叔我做了四年多了 我说你做了四年多的时间 告诉我听 买过你的刀片的那些厂商 制造商 对买过的刀片有什么不满的吗 有啊 好像那刀片不太滥磨 经常要更换 每次更换要停机 要换刀片 都要去等待机 甚至好多时候 可能还要有好多的麻烦 而且去校队 不断去调教那些位置 因为数码机床嘛 好了 我说你呢 如果是你做的话 你会做什么刀片 我当然做一个很赖模的 很锋利的 它的精准度调教更容易的刀片 我说为什么不去做呢 叔叔 我在创业了几年时间 我什么都没有 我说谁有 我说你认为你做了那么长时间 做了四五年三四年了 你告诉我听 什么样的 这个这个具备什么条件 才能够让顾客更加满意一些 你告诉我听 他跟我说 叔叔 除非那个金属的 那个赖模度好一些 我出去研究 哪一个 整个中国 全世界 有没有人研究 这个研究更好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学了互联网 就是在卖货的吗 我学了互联网 不可以去找 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吗 到晚上找 结果是为了几天 跟我说 叔叔我找到了 我说你找到谁了 叔叔我找到了 中国科学院 沈阳金属研究所 我说你找到了吗 叔叔我不太认识他们 我说来 今天凡是好的研究人员 他们都会有微博 都会有别的这些 这个社交的媒体 你找他们就好了 你知道 后来有天跟我说 我找到了 其实那个人我认识 其实那个人我本来就认识 你们知道 后来他们就跟他们去合作 去合作之后 马上去开发 自己开发刀片 自己去申请商标 自己来去做 给委托别的工厂去加工 我同样的做刀片 但是今天在做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技术提供是谁 是谁来提供我的技术的 我这样用互联网 就把它去做得更好 所以我在讲 对很多公司来说 真正的营销 不是把产品卖好 而是什么 来告诉我听 真正的营销 好的营销 不是把产品卖好 而是什么 让产品好卖 让产品好卖 当然 各位有没有人 包着金饭碗讨饭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各位好产品也要卖好它 所以既要让产品好卖 也要让产品卖好 这才是我讲 对我们每个企业来说 都是是一个良性的 是一个未来可持续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了 这个 刚才说的这件事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系统 其实是三人资讯 我们从2006年 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那么告诉所有人 进入互联网的时候 你的一步一步该怎么去走 当然这些呢 我们后面还有 前端有地图班的内容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给大家去 OK 好了 这个 那么 这个 这一部分内容 我就沿着前面把那一段 这个 我上一章一章节的内容当中 包括了这个 前面讲到有关 我给你把这个回去看一下 这个 快速超微的这个案子 这个分析呢 其实我把它简单地分析了逻辑 逻辑当中包括 他们从专业的一部分开始 专业住宿 聚焦到齿轮 聚焦到微电机 最终变成了跟音软件结合 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跨界的应用 最终在很多的领域当中 寻找了非常多的机会 这对很多公司来说 其实是一个需要去去分析增长的 机会点的地方 OK 我想这个 这里面有句话特别提醒大家 各位 今天的市场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的 这句话我希望你们把它拍下来 如果有手机拍下来 天天看 那市场最不好的时候 是全网营销最好的时候 市场最不好的时候 是全网营销最好的时候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见到很多公司 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你们能留到最后 有一些 我今天很重要的内容跟大家讲 你们知道很多老总 有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误区 什么大的误区呢 我先讲个例子给你听 我去到安徽 走到一家企业去 这家企业呢 他的员工跟我说 他的营销总监跟我说 说老师 我们今年的业绩有增长 但是这几个月 我们老板到外面听了些课 说现在经济不好 要尽量省钱 所以呢我们老板呢 分他们所有的情况 整个团队有八个人 网销团队 同时呢他们今年在网上 做了4600万的业绩 前七个月 他们投的是15000的广告 但是后面几个月 开始从15000 可能7500 我就问他们 看完之后呢 聊完之后 我就到达工厂去看 他有工厂 到达工厂看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整个工厂里面 有六成的设备在开机 在这个生产 有四成的设备停在那儿 听到我说的逻辑了吗 好了 来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各位如果你是公厂的老板 每个月15000 前面七个月 各位公司纪念下来 八个人的整个网销团队 再加上几个跟单的 业务伙伴 加起来一个月能做 一年能做4600万 各位请问 你是老板 你会怎么做 会怎么做 各位一个月15000 所有七个月加起来 15000块钱 对吗 后来我就发现个问题 我说来 你们家的跟单周期多久 他说90天 平均90天 我说好了 我说你现在把 把这个预算砍掉去 业绩有没有受影响 老板说 没受影响啊 我还是这么多的 每个月的营有啊 还有可能 还有点上升啊 各位 实际上 这个公司 用15000的推广费用 每个月带来300多万 靠近400万的业绩 各位 他的毛利15% 存力在8%到9%之间 各位你知道 这家公司一个月 用广告费的15000 带来了400万的业绩 带来靠近40万的利润 各位 这个生意 要不要加大力度 所以我在他的办公室 给他拿一张 拿一个白板上 写了几句话 我说记住 边际利润等于 您总体利润最大化 有人知道怎么写吗 边际利润等于 您总体利润最大化 各位 对很多公司来说 我今年每个月 15000的投入 竟然带来40万的 几乎是存力 15%的毛利 9%的存力 靠近10% 差不多40万的存力 各位 什么生意有这么好赚钱 跟我说 什么生意有这么好赚钱 这时候不是去减的时候 我就问他跟他讲 我说是的 切分之后 你被他砍掉一半 也就没受影响 但是来 把所有这几个月成交的案子 究竟是什么时候的线索 什么时候的单子成交的 你现在砍掉了 表面上没有受损失 实际上 你砍了你的所有的 你的客户的来源 十对吗 你的工厂设备是固定的 房租是固定的 人工是固定的 你今天无非缺什么 就缺客户 当今天整个同行 设计不好做的时候 这是做互联网最好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 很多老板不会算投入产出 我说 你想看 如果今天在股市上面 投一万五 钻四十万 你会是把钱拉回来 还是把钱投出去 很多的线上的 很多的线上投资平台 你这么知道吗 不要说一笔四十五十的回报 一笔十的回报 一笔二的回报 都疯掉的回 对吗 没错吧 所以你们知道吗 很多我们身边很多的企业 在最难的时候 其实是你要加大力度的时候 我前面在讲 失败不好 市场做不好 做的时候 很多因为环保 政策因素 推出市场 有的经营不好 现金流有问题 推出市场 我说你今天 要加大力度做件事 刚才简单老师一句话 讲的是对的 有签款不做 没签款就做 今天确实 要保持现金流的安全 但是对你来说 我有一句话 告诉大家听 我说各位 一定在寒冬的时候 不要冬眠 而是学会做狙击手 瞄准再放枪 对吗 躲在雪地里面 瞄准再放枪 过冬的时候 不要冬眠 各位 那些动物 很多小动物冬眠 春天一来 自然苏醒 但是对企业来说 不能冬眠 你只能要 瞄准放枪 这一点要想 对很多公司来说 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包括 稍微纪念 他们今年 继续增加力度 因为 增加投入力度 在商量中 产了非常多的份额 OK 这是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